这里昨天我们来采货点了 它比哈尔滨的俄罗斯商品要便宜很多 我感觉就是我家如果开一个挂车 我也得给它装满 那叫火仁的吧 火仁的还贵一点 太肥糖是你喜欢的吗 我喜欢太肥 那么老了你也喜欢 咱们今天来要去国门是不是 又经过这个套娃广场了 套娃这里什么都跟套娃有关系 晚上看和白天看是不同的感觉 明天看是不同的感觉 我们要离开满洲里了 但是我觉得还是有很多遗憾 如果我还有机会来 我想要在这吃三天 我们下一站要去阿荣骑 不知道那里是什么样 田老板是很会过的 去到哪他总会看各种价格 然后和之前累积的价格经验做对比 就是我对价格非常敏感 今天买肉 肉超级好 肉消耗品就不说了 还有平时不太买的口红 他也知道很多价格 然后差不多是二几折 免税的一个 然后店他有几个特价款 比如说我平时买的那个 他可能大概在180左右 然后这边是89 然后还有一个有一点零七的 但我就不影响 对我来说不影响 50块钱阿玛尼的 然后网上大概也在200左右 怎么样 哎油钱东西省回来了 哈哈哈哈 嗯 嗯 又要吃肉了 又要吃羊 哎呀妈就喜欢小豆腐 呵呵呵 今天累不累啊 哇还好吧 我才开了一天车而已 今天主要是赶路了 主要是我赶路了 对对对 这是我们家的老司机了 然后我们上午是去 上午在满洲里的国门 然后其实就逛一逛看一看 我们没有去那个国门的那个收费的 他们说收费要188 我们觉得有点不值得 然后就大概在外面看了一下 逛了一下 主要把钱省下来吃好吃的了 呵呵呵 晚上吃 吃手把羊肉 什么 堵包肉 我们来的这个城市 然后终于可以吃青菜了 我们吃青菜了 是的 是的 今天补了补青菜 我们今天其实是点了两桌 把大人和孩子分开了 点了十几个菜我也忘了 然后每一盘量都很大 买单800块钱 非常划算 你们真是要吃800块钱还非常划算 我们十几个人 昨天2000多 对啊 昨天2000多 然后明天可能就还是赶路 因为回家了 假期要结束了 我们回家吃土了 哈哈 哈哈哈